韓國人氣男團 17今年7月 剛完成首位演唱會 不少台灣歌迷無法到場 卻還是想入手限量演唱會小卡 就有一名張小姐 卻慘招詐騙 團員一共13人 一張演唱會門票 只能換到一張小卡 想要集齊有難度 當時張小姐花了2.2萬一次全包 看到賣家網路發文兜售 就怕小卡全賣光 匯款後才發現對方是假帳號 根本收不到貨 雖然有拿回錢 對方卻持續在網路芯片 網路上還出現有國高中生 瘋搶下單卻沒有取貨 有賣家根本拿不到錢 最後是父母出現幫忙償還 就是大家會帶這個出去 跟朋友分享 韓國小卡套上硬卡裝飾 可以帶出去跟同好分享 但小卡入手可不簡單 除了一般專輯裡有的專卡 還有各通路預售送的特典卡 購買聯名商品時 也有機會拿到小卡 團員多集齊小卡有難度 喜歡韓團NEW EAST多年的WINS 也可以看到部分收藏小卡 在網路飆迫萬元 防彈的田舊國 然後它是 它那一個髮色跟髮型 然後只維持了大概一兩個禮拜 硬量不多 它在全球大概只有二三十張左右 所以就是會變得很珍貴 現在韓團當道 有一些當紅男團小卡 也飆到天價 像是BTS團員田舊國 這張小卡就要價兩萬二 同公司另一個男團 TXT團員秀兵 也有小卡要一萬三千多元 SEVENTEEN團員 原誘的小卡也要價破萬元 現場小卡價格落差大 和團員人氣成正比 收藏家提醒粉絲 理性收藏就好 別花了大錢遇到詐騙 卻慘當原打仇 三線新聞李文玉下方明 台北採訪報